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烤好的山药上面 再来去壶茶 享受这份清静自在的悠闲时光 花莲慈苑副院长夫人林立真 拥有护理背景 擅长养生与养心 四处演讲授课 就是要推广身心灵平衡的生活美学 现在新宿派健康队长来 来欢迎我们新宿派的常客 林立真师姐 师姐您好 爱真妈咪好 日子过得真快 我还没有问过 来 跟我们的全球观众问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真的 现在是要叫立真老师 感恩 因为今天真的是非常好的姻缘 早上去当老师 下午就来这边做相机 因为早上是在东区会所 是 开了新的课程 叫做生活美学 是 我们都有接到通知 是 今天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 好 那这个生活美学呢 就是会教所有这个跟这个生活有关系的 生活 饮食 身心灵 通通有关系 通通有关系 是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真善美 对不对 是 对 这个可就有学位 今天呢 先来小小的 小小一点点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不对 是 好 那今天这个小小的这一点点呢 首先要教我们做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白玉芝麻香 这是菜还是点心 这是配合下午茶的时候可以用 没有油 又低糖 又低盐 好 又低油 又很健康 很健康的 是 好 请注意咯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材料跟调味料 白玉芝麻香 材料有白豆干四片 西洋芹四片 黑芝麻粉四大匙 山药一小段 柠檬一颗 调味料有盐 蜂蜜 水果醋 胡椒粉 亚麻仁油各少许 好 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材料 是很健康 很营养 那首先要做什么 首先你看我们这个芹菜 是 那现在第一步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老的纤维 撕开 拿掉 所以是往上 从上往下 对 从上往下 整条的这个老的纤维就可以拿掉 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处理掉 是 是 对 那待会我们再把它切得比较细一点 它就很容易打碎 还要打碎 等一下我要绞碎 对啊 跟豆腐绞在一块 我们的那个立真师姐 他们家的那个 是台中台证医院的院长 现在呢 跑花莲去了 现在是花莲医院的副院长 对不对 是 现在真的是到处跑 然后这个就差不多了 对 把这个老的丝拿掉以后 我们要把它切得小段小段 等一下要搅拌 那我们谈到这个芹菜 好 刚会 每个人都知道它是可以降血压 为什么可以降血压 因为它有甲离子 它可以有利尿的作用 利尿的时候 它会把钠带出去 所以这个达到一个水分 比较能够少一点 就可以降血压 所以说我们其实很容易 在日常生活的食品里面 直到含钠过高 对不对 尤其是外食的人 是 好 那就您就切 那我在这边还得 马上就延伸了另外一个问题 像我们这个天气很热 有时候在冷气房 冷气房其实那个汗就是 还没完全排出来 进冷气房 它又缩回去 对不对 那其实会产生一个现象 会好像头晕 那其实有人就是说 你应该要把身体里面那些水分 要藉由流汗排掉 那排尿也有帮助吗 当然了 所以我们吃点这个吗 是 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是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对 是 那就是我们平常冷热之间 差异不要太大 对 但是如果说在冷气房 待得比较久的人 其实我们来吃一点这种 可以利尿的东西 是啊 对 原来形态这么好 对啊 切这么细 好 那我们可以先来 把它打开来 对 烫一下 好 先烫豆腐 先烫豆腐 为什么豆腐跟人家长得不一样 都不一样 白豆腐干 对 那我为什么买豆腐干 它的豆腐干很软 很嫩 那水分又比较少 如果用一般豆腐的话 我们必须要把水分沥掉 压掉 对 一般豆腐含水量太高 对 所以这个是有道理的 是的 这个先汆烫一遍 汆烫起来 以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了 我要把它捞起来了吗 好 然后我们先把它这样子 這樣子輕輕撈過來 一樣的道理 我只是要把 如果有人碰過 上面有一些細菌 殺菌 對 我的目的只是要殺菌 這個也是一樣 再把我們的芹菜 也是一樣 燙一下 其實您並不是很贊成 現在很多人喜歡吃生食 是不是 我覺得生食好像不是很放心 有一點擔心 不只擔心 很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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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一次看一個影片 說常吃生菜沙拉的人 然後蟲卵吃到肚子裡面 然後最後他就敷出蟲 在肚子裡面 不是 真的是 我的媽 我說 所以那個什麼生菜沙拉 其實怎麼辦 我知道韓國人 他們定期會吃打蟲藥 對 我也聽說 他們有些老外也是會吃打蟲藥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 好 我們現在把芹菜煮好以後 放調理機裡面 然後就來 攪到什麼程度 你告訴我 好嗎 好 好 然後我們把那個芹菜 攪碎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跟豆腐 好 這個豆腐 拌在一起 好 同樣是用這個拌 好 來 這個就比較容易攪了 對 這個就不容易跑出來了 好 好 就是把媽媽把它轉碎 對 好 就一起下來 好 我們就把這個 就像翡翠一樣的芹菜 把它放下去是不是 是 好 白的加上那個 脆的 這個叫做白玉跟脆玉 我把它再攪碎 攪拌均勻 好 那一邊攪拌的時候 那個芹菜也會更碎 好 好 然後我們再... 再來加調味料 好 來 這個再加什麼 我來拿著 對 加我們的芝麻粉 對 芝麻我們說它有含高鈣 那更年期的婦女是最好的 對 就是補充鈣 對 其實芝麻好像一粒一粒 一粒一粒 它是不能吸收 整顆芝麻粒其實不... 我們沒有辦法消化吸收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 打成粉 打碎 那個一粒一粒的只能增加香氣 香氣 是... 好 了解了 這個... 那這個是亞麻籽油 亞麻籽油 這個亞麻籽油它是含有Omega3 Omega3 一般我們在做菜用的油 大概都是Omega6 那這個跟... 跟那個粗鴨的那個冷鴨的 橄欖油一樣 它們是...都是含Omega3 那3跟6有什麼區別 3 Omega3它就是可以降低炎症的狀況 Omega3可以降低我們發炎的現象 是 真的...這個真的是... 所以你在生活美學那個課程裡面 有教這個對不對 有... 油跟對人產生的功能對不對 是...有一堂課是健康就是幸福 在堂課裡... 好好喔 在什麼 這個是水果醋 水果醋剛才那個是... 加了蜂蜜 蜂蜜 跟亞麻籽油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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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加一點 因為我們這是鹹的 所以加一點 玫瑰鹽 對 鹽巴 好 鹽巴不要太多 是 然後胡椒 胡椒粉 黑胡椒粉 對 再加一點黑胡椒粉 對啊 那最後這個就是 剛才磨出來的這個 這是什麼 檸檬皮 它已經變了顏色 剛才是綠色 現在變得很黃色 所以我剛剛就在講說 對啊 這兩顆 這兩顆很奇怪 那我們可以用那種 它就增加它的香氣 陶那個皮的有一種刮刀 對不對 那也可以用這個 好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我們再把它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了 一點點的檸檬皮 是真的 就很香 提香 對啊 這個還要拌一拌 這個就用湯匙還是用 用湯匙就好 還是要用這個 好 用這個 好 這個才能夠比較均勻 它比較均勻 是不是 對啊 這樣這個 光這個就好營養 對啊 又健康 這樣我們的成品就好了 就這樣 就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再來要做什麼呢 現在我們就是可以配山藥 好 這是做抹醬 對…是 這個抹醬超健康的 然後這個山藥 山藥把它洗乾淨以後 切大概是一公分厚的厚片 同樣的去烤一下 那我烤的目的 同樣就是像剛剛一樣 殺菌的 就是要把外層的 對 有污染的細菌那些 好 那用那個什麼 所以時間很短 烤箱烤嗎 烤箱烤 如果沒有烤箱的時候 用平底鍋 我們用平底鍋煎 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是啊 這是我用烤箱烤的 那像這個樣子 我們就可以擺盤了是不是 可以擺盤了 來… 擺盤也是一種很重要的藝術 是 我知道烤箱絲姐 他們原來在台中彈子醫院的時候 一直在推動的叫預防醫學 對不對 是 就是說讓我們能夠好好做好 身體保健 不要生病 那麼這個當中除了吃了健康之外 還包括身心靈各方面 對不對 是 是 好 那像現在呢 我們這麼優雅的做個點心 會在我們現在這麼繁忙的 這個腳步速度都很快的 這個時代裡面 它可以達到一個叫做 讓人心靈沉澱的一個功能 對不對 對 放鬆 沉澱 所以我發覺像剛剛這樣 這好像在玩半嘎嘎酒一樣 真的 這就是放鬆 不是滿意嗎 我跟著你這樣子做 就光看你這樣 我整個人都覺得好像已經覺得說 很放鬆 其實什麼呢 好不好 慢慢做 那我們待會兒來配這個 我們來泡一杯茶 OK 然後在泡茶的過程當中 我們再看看怎麼樣放鬆 好不好 白玉芝麻香 做法是西洋芹 剝去粗絲之後切小塊 豆干西洋芹汆燙 分別打碎之後混勻 再加入芝麻粉 亞麻仁油 蜂蜜 水果醋 鹽 胡椒粉 與刮下來的檸檬皮拌勻 山藥不去皮 切斜片 放入烤箱 烤到表層半熟 將豆腐芝麻醬抹在山藥上面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要來舞后品鄉民了 對不對 是 那麼優雅地坐在這裡 看到這麼美麗的杯杯 那像這樣子的話 我想這也叫做一種 餐桌的美學跟禮儀 禮儀 是啊 那麼應該要注意哪些部分呢 一般我們平常生活步調非常的 緊張 緊張 忙碌 忙碌 所以需要 每天都需要有一些時間 來讓我們自己放鬆一下 如果說我們的腳步這麼繁忙的話 有時候是沒有辦法停下來 看一下周邊到底拿得有多美 唯一停下來的時候就打哈欠了 好 我們今天來個不一樣的放鬆 好 那我們這個是 今年夏天所出產的 黃金白蠔紅茶 好耶 對啊 那個茶湯非常的美 也非常的香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泡了 來喔 來喔 那要泡 泡茶之前 我們一定要溫湖 溫中 溫杯 那我們就先來溫湖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湖 所以用一個透明玻璃的湖 是因為要呈現出來它的茶湯的美 所以也是要溫湖 是 一樣 好 然後就把茶葉 對 把它剝到我們茶葉 所以說要喝多少 我們才放多少茶葉 是 其實我們在這麼繁忙 步調那麼緊張的一個社會裡面 像這樣子偶爾放鬆一下 確實是可以讓我們的心 變得比較親近一點 對不對 是 當然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在 叫做身心靈的一個保健上面 也是有影響的 是啊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水 紅茶的水大概就是在高溫 90度到93度之間 再來 再來這個是溫茶中 這個溫杯 這樣子 還要溫杯 對… 溫杯 那這個水倒進去以後 大概是20到30秒出湯 像現在大家都這麼樣的忙碌 如果說 像現在很多的辦公室 甚至於包括公家機關 他們也都會到下午3點鐘的時候 會廣播 然後讓所有的工作同仁 請你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 讓自己休息15分鐘 其實15分鐘聽起來 好像是說不太長 可是這15分鐘 我們已經可以準備這些東西了 可以 更簡單的 譬如說你的個人杯 一個個人的小茶杯 一個個人的小茶杯 茶葉放在裡頭 你可以拿出來濾過 拿出來到旁邊 那種湯就可以喝了 喝點茶嘛 對不對 吃個小點心嘛 我現在好想喝 你看那個茶湯的音色 你看那個茶湯的顏色 對 好美 然後… 我發覺茶道確實有它的吸引人之處 它可以讓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 就放鬆了 放鬆吧 很優雅的動作 優雅的動作 對 那感覺就很棒 在喝茶的狀況之下 我們現在不是馬克杯 不是爆炸 咕嚕咕嚕咕嚕 是 然後我們就來好好的品名 對 然後這個就可以喝了嗎 可以喝了 然後喝茶的時候 我們就來… 因為我們是喝下午茶 是… 配我們的這個 配我們的點心 白玉芝麻香 香 然後… 然後連薄荷葉一起吃嗎 一起…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那麼… 我們如果喝茶的話 就來… 把它… 漂亮的杯杯 好漂亮的杯杯 好漂亮喔 這麼漂亮 我們要給大家看這一面 這一面真的好美喔 如果說拿到這樣子的一個杯子喝 真的 香不香 好香喔 所以說囉 我們現在大家真的是馬不停蹄 每個人都是這麼樣的 快速地在工作 是 然後快速地跟時間之輪在那裡轉 轉了下去 那麼並不是說叫你偷懶 而是說 暫停一下 暫停喔 對啊 好 今天就讓我們這個 你祖后的品香名 可以帶給你不一樣的感受 我們謝謝麗珍師姐 感恩你 感恩 我那時候剛好醫生講說 你膽固醇偏低 你就去吃海產或什麼 那可是你跟他講說 我們要說我是吃素的 他們說吃素 什麼叫吃素 什麼叫吃素 只要你讓我兒子找到 我就終身如素 師姐 你在廣東豬海住了多久了 住了十年 那麼聽說你吃素吃了 快二十年了 對 在台灣就開始吃 這是什麼一個姻緣 就是覺得從… 因為你從小就不太喜歡吃肉 那也剛好就有這個姻緣到吃巨來 然後去拜爸爸進去 所以你從念國當中覺得 我應該要去守戒 那麼你到了廣東的時候 你碰到的比較最大的一個困擾是什麼 素子餐廳幾乎找不到一家 那就只能到比較大一點的餐廳 去用餐 那可是你跟他講說 我們要說我是吃素的 他們說吃素 什麼叫素 什麼叫吃素 後來才問過以後才知道說 原來去到那邊要講吃災 所以要溝通 對 要跟他溝通 就一直不斷的要跟他們講 那我師兄就會先去跟服務員 他一般他會去講 我們是吃災的 麻煩你等一下交在廚房跟他講 那個鍋子麻煩你們跟我洗乾淨一點 還有油呢 不可以用你們炸過的油 麻煩請你用沙拉油 用乾淨的油 然後請你不要幫我們放蔥 放蒜這樣子 可是這個要經過一大段的時間 一大段的過程 像剛開始你剛剛講說膽固醇偏低 對 醫生請你就是開一點婚 對 那你那時候有過這樣子的一個掙扎嗎 我那時候剛好醫生講說 你膽固醇偏低 你就去吃海產或什麼 那有時候還沒有全部很處理的時候 就說要不然就去 我還特別交代我師兄說 那你晚上這樣子好了 你就帶我去辦一桌 那個全部都是海鮮的部分 海鮮的 對 可是一年就是不讓你吃 就是那一天的中午 我就很不可…也搞不清楚 我那時候那個小兒子 他一、兩歲 小孩子就跟著哥哥這樣跑 在工廠裡面 我找不到孩子 就這樣跑 我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 我快崩潰 我都不知道我那天是什麼 那個半小時 我不知道我怎麼樣度過的 一直在荒浪當中 我已經累 很累了 我心也累了 然後我就想說有電梯過梯 剛好我上去的時候 我在剛上電梯門剛關 然後剛走一段的時候 那員工把電梯的電源缺掉了 那我就剛好有一個縫隙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 我說你不要關 我人還在電梯裡面 剛好有人 我說好 你不要緊張我 我幫你開電 那當下我在等待的時候 我就跪下來 我覺得應該要求菩薩 佛菩薩給我的力量 只要我兒子找到 我就終身如數 結果過了梯多久 到差不多十幾分 我兒子找到了 那當然也感恩就這樣一路速食到底 家人也不慈對不對 對 不慈 孩子 我那個大兒子 他也很有智慧 他後來就 他大哥講話弟弟都聽 他就很有智慧 就有一天說 媽媽這樣子 你那個魚 我們覺得聞起來好像腥味很重 那可不可以不要 請你不要買海鮮魚的部分 我就那很好 好… 我就好 很配合 隔了沒多久 他又說 乾脆我們全部 連肉你都不要 這麼有智慧 對不對 對… 他是什麼菩薩來的 像師姐 他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你自己 我相信你更擴大了 是… 素這個字對你來說 它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就是簡單,就是單純 然後簡單自然 然後就是大家都平等對待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有一個素的觀念 師姐,你真的是一個好有福報的人 感恩… 祝福你 感恩… 直接… 用…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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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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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